台湾跟新加坡感情现在到底怎么样 新加坡总理的夫人何金 后来虽然改了口感谢台湾 不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错误 OK也原谅了 感觉是留了一条尾巴 到底是谁的错误呢 谁原谅谁呢 他当然是没有名讲 我想请你提到三位来宾 您的认为台湾新加坡长期友好 但这一次口罩事件 你觉得是真的伤了感情吗 耶稣那帮我们举个拍照吧 有没有伤 没有没有 老实说一半一半 有的部分是哪里 有的部分是说 双方之间的互信 确实是比较薄弱的 你看台湾的反应 台湾的外交部说 我们不要听信个人的言论 那什么叫个人 他是总理夫人 对不对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那反过来呢 你说看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说 我要的时候你不给 我有的时候你就送一东西来 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那他当然他就后来 当然最后这个他还是转了一个弯 还是说还是顾选大局 按捺到他的情绪 然后顾选大局 那所以说最后也还算好 可是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就是在李光耀跟蒋经国的那段时间 开始来比较的话 那这个差别太大了 他跟这个李光耀跟这个李登辉的时候 就已经坑坑咔咔的了 那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沉水扁放在眼里 你怎么看讲说那错误也原谅了 那错误是当时一月底的时候 台湾没有让他们新加坡的 生产线的口罩出去 是这个错误 是最强的那件事吗 就这个错误嘛 对不对 那这个错误其实也不能算是错误 因为台湾这边有一大堆解释 他说我根本就 其实没有限制 可是他们认为说你是限制了 那所以说呢 我那个时候要的时候 紧急的时候 你这个刚好在扯我后腿 那现在呢 我这个情况好像又 比较好了以后呢 你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等于说是于事无补 重点就是互信薄弱 互信 因为送口罩当然是一个 口罩外交好事一桩 其实台湾这段时间 送口罩到这些国外去 所争取到的国际的一些曝光度 可能比之前观光局 花很多的预算去打广告 来得更实际有效一些 因为媒体的篇幅是多的 但是当记者去问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送口罩的时候 事先有没有沟通过 要不然怎么送的有点难堪 这一点呢 疫情指挥中心呢 陈志东部长讲说 送之前 外交部都有去沟通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亲爱的吴钊席部长 然后好久没有来陪伴我们了 吴部长 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只要送口罩出去的时候 第一时间 吴部长现在是很会发Twitter 都会发Twitter 这个我们的口罩上面有 国旗的什么的 就拍照 然后就上传他的Twitter 不过这一次 发生了新加坡这一次 送口罩的风波 在第一时间 他就是 不发 没有发Twitter 他就请发言人出来 帮他做回应 来请向他郭委员 外交部 指挥中心 陈志东部长讲 外交部有沟通 有沟通 怎么会这样子 还是说沟通 但是没有沟通好 应该是 呃之后沟通 呃之后没有吗 因为 因为送东西给人家 你当然没有想到 对方会是这样的反应 所以多半都会乐于接受 那是因为他呃之后 那新加坡代表是梁国新 能力也非常好的 那新加坡的也有很多人际的关系 那迅速就一天我们就看到合金做出一个转弯的回应 那坦白说啦就是我们1月24号临时就是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说禁止出口 那新加坡就是1月24号之前你做好的你可以运走嘛 那之后不能运走 那后来因为新加坡就是刚碰到最困难的时候就是2月 那刚好就是那个李显龙做出承诺嘛 那后来他又改口了 说这个戴口罩不重要啦 因为他事实上就是不够 那我们只有两条生产线啦 新加坡啦 至少一个月的产能大概只有2 30万 可是他当然会不太愉快啦 因为新加坡工程是千倍康公司的控股公司嘛 就是合金的公司 是 当然 我的意思说回到前面陈思东讲说外交部有去沟通 委员你刚刚认为是之后才去沟通 对 我认为是 之前是没有做的 我因为送东西需要沟通吗 你不觉得说在之前扣人家的口罩需要去先讲一下 因为已经很久了啦 那我们就说1月24号之后事实上就是没有人来申请啦 就是实在是你专案出口 那新加坡也没有来讨论这件事 他就直接来讲说不然我设备就整个撤回去 没有想到当时的做法对方有些心里面不是 对对 他就可能就没讲 那我觉得还有一段啦 他设备撤回去新加坡之后想从台湾进口原料 结果我们原料也是禁止出口 所以确实 患难没有见到感觉真情 我觉得那一段啦 那一段确实他心里一定有点不舒服啦 可是你看到美国到处在拦截口罩 就是说台湾也有难处啦 就是这样啦 那举No对位还好 对 我觉得是小插曲啦 小插曲 对 因为就是说这个 确实就是这些刚才讲到这些细节问题 可能让这个何金有想要用这个 用一个比较俏皮的方式表达一下不满 但是其实也就过去了 而且我完全同意刚刚郭委员提到 我相信外交部的事件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善事会导致这样的抗议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一夫人也用了一个 我觉得蛮幽默的方式稍微就是表达了一下他的 就是算是优异的抗议 没有影响 对 但王军的火力是蛮猛的 台湾王军战斗力蛮强的 而且我觉得他立刻转 是因为新加坡协讯息的疫情 真的有很多 就已经3000多了 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有看一篇文章 台湾真的没有攻击一谈的赛马 点了三位官员 包括了吴钊燮 陈建仁跟黄熊燕他们基本上讲的话 他把过去扩折出来 这确实都有讲过的话 他们讲完黄地语